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今天我们来说说长津湖战役 首先来看看志愿军参战之后 朝鲜半岛上的局势 1950年10月19日 志愿军秘密越国鸭路江参战 注意这次秘密行动 美军高层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美军还在狂胜 美军高层对战局仍然非常乐观 10月20日联合国军攻陷北朝鲜首都平壤 你可以认为这一天之后 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就不存在了 所以之后我们并不会刻意谈到朝鲜人民军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志愿军 那朝鲜半岛上就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了 此时联合国军分成两个方向 北上追尖残敌 在半岛西岸有美军的第一军与韩国第二军 在半岛东岸则有美军的第十军与韩国第一军 中方判断西岸的联合国军是主力 所以志愿军集结五个军的主力 在西线准备迎战北上的美军 另外分出两个师在东线 以防御态势阻挡美军北上 众所周知的长津湖就在这条东面战线上 虽然后来长津湖战役的知名度更高 但是回到整体的战局上来看 那其实是次要战场 所以我们先交代一下西线的战局 中方在参战前就已经做好了打第一仗的部署 要集结束备兵力一口吞掉韩国第二军 当时韩国第二军正替美军第一军打先锋 前出到平壤北部的山区中正在赶入北上 想一举冲到鸭路江畔彻底占领北朝鲜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 既然你冲得这么快 那当然就哪里开刀了 何况韩军的战力源于赶不上美军 正适合拿来当开门红 请注意这不是我的猜想 而是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 时间来到10月22日 韩国第二军的第六部兵师 集结于顺川新苍礼之间 毛泽东判断 该师将近由新安州到伯川前往新义州 为了夺取先机 他于当日七师发电给彭德怀 确定要将韩第六师和第八师锁定为歼灭对象 三个小时之后 彭德怀回电提出具体方案 六七八师攻击时 集39军40军主力 由温景云山县攻击敌侧背 也就是说在联合国军接近鸭路江之前 就将对方挡在北朝鲜境内 毕竟喜酒适合在自己家里吃 打仗 那就得要在别人家里打 那么事情会这么顺利吗 为了让大家对志愿军的指挥体系 有个更具体的认识 让我来说明一些细节吧 就在初期作战计划提出后 战况改变了 前线侦查回报 美韩联军加快了北上速度 就在志愿军赶入的时候 美韩联军已经越过青川江 而志愿军主力距离预定区域上远 显然的已经来不及在西川以南打击韩军 所以一天后 毛泽东的新命令来了 39军40军避免过早与韩军接触 任由韩军进入西川温景跟龟城 以达到诱敌深入 立于尖辑的目的 初读国共内战历史的朋友 对这种战术应该都不陌生吧 时间来到10月24日 韩国第六师已经由西川向西开始进攻 同日就拿下了温景 第六师七团的前锋部队 甚至已经抵达鸦路江畔了 事实上这样的进展 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志愿军的交通线了 如果此时搭配空中攻击 是有可能挫败志愿军的 不过联合国军预期 朝鲜人民军已经无力发起反抗了 而且尚未察觉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 所以没有进行空中侦察 更别说空中攻击了 然后韩军就进入口袋了 10月25日清晨 韩国陆军第六师第二团前卫第三营 碰上了志愿军1184的侦察连 双方当即交火开战 这是韩战第二阶段的敌枪 韩军起初以为对方只是朝鲜人民军的小谷溃逃部队 于是纷纷下车准备开枪驱赶 但是对面却是1184的两个团还居高临下 所以第三营被切割成三段并且很快就失去指挥了 最后韩军败逃 沿路抛弃开来的军车和火炮 最终约有400人逃出包围圈回到温景阵地 韩军第二团的团部之息 第三营遭到重创之后 命令第二营前往支援 同时将第一营调回温景固守 第二营在途中就遇到志愿军的阻击无法前进 只能退和温景 但是他们俘虏了数位志愿军战士 这是韩军首度确认志愿军参战 26日凌晨零点 志愿军118师和110师进攻温景 两面夹击韩军第二团 三个小时之后占领了温景 此时韩军第二团指挥体系崩溃 士兵放弃阵地撤退 这是志愿军在朝鲜的第一场胜利 战后中国政府将战斗开始的10月25日 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当天下午消息传到联合国军司令部迈克阿瑟那里 联合国军正式确认中国参战了 消息立刻传遍联合国军 然后有个细节要提一下 1950年11月26日当天晚上 韩军第六师团在撤退途中 被同为联合国军的土耳其旅袭击 因为土耳其人误以为这些韩国人是中国人 于是土耳其勇士们奋勇争先击溃了友军 根据战后资料 共有125名韩国人被俘虏 其中还有多人被土耳其人处决啊 而且这件事情还被细胞媒体大肆报道为土耳其人击败中国人取的一场大劫啊 你今天去土耳其旅游还会看到一面国旗 作为战利品展示出来啊 该战利品的来源终作纷纭啊 有说是韩国军官崇拜中华民国自己私藏的 有说是朝鲜民间保存被土耳其人碰巧获得的 这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是土耳其军队回国时在台湾买的 好吧我们回到主线剧情 接着志愿军加速南下包抄联合国军 11月2日志愿军迂回部队已经绕到联合国军的侧翼啦 11月3日西线之联合国军被迫开始全线撤退 同一天志愿军将联合国军赶到青川江以南 隔天达成原有战役目标 11月5日战役结束 此役志愿军歼灭联合国军15000余人 让联合国军肃清朝鲜全境的目标无法实现 算是打赢了第一仗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 本集当中所有的电文往来史料 都是参考《毛泽东传》第三卷 11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计划修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 11月5日毛泽东赴电同意并表示 将戒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 以诱敌深入 寻击各个兼敌为方针 而后该兵团即由拟处直接指挥 我们不摇智啦 这的话有两个重点 1.彭德怀出战告捷之后 中共中央对于迎战美军已有信心 2.宋十轮第九兵团赶到了 东线战役即将开打 接下来西线的战况是 从隔天开始联合国军展开试探性进攻 毕竟联合国军此时兵强马撞 没有理由输了一阵就畏缩不前啊 而另一方面 彭德怀在获得中共中央百分之百的授权之后 开始部署第二次战役 彭德怀下令 各部队从青川江边节节后退 故意向敌示弱丢弃破旧枪械 在防御性修整20天之后 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 这一次东线的长津湖周边也打起来了 这就是长津湖战役 我们详细来说说 前面我们说过 东线战役属于次要战场 那为什么后来关于志愿军与美军的冲突 大家说的都是长津湖战役呢 主要是因为啊 这场战役打得实在太惨烈了 战后双方对这场战役都刻骨铭心啊 多年来不断拍摄电影描述这场战役 于是加强了这场战役是决战关键的印象 至于各位朋友是否同意这个判断 我建议看完这一集有点长哈 但是各位看完之后应该会有自己的答案 事情要从卖帅的圣诞节回家公事说起 尽管11月初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 但是联合国军的高层仍然认为 中国并没有准备大规模干预朝鲜 理由我想大家也知道啊 轻敌咩 尤其是彭德怀搞了20天的防御性修整 并没有乘胜追击 让联合国军对此更具信心啊 当时联合国军的设想是 大约只有3万名中国军队躲在朝鲜北部山区 只要轰炸压入江上的桥梁 切断后续的增援 就能够在12月底之前结束整场战役啊 这就是卖帅圣诞节回家公事的基本构想 不过对比后来史料可以得知啊 10月底卖帅做出这种计划时 最少已经有18万名志愿军士兵驻扎在朝鲜 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最后超过了30万以上 当然啦 志愿军的后勤状况并不乐观啊 此时苏联的空军支援还没抵达 联合国军拥有全部的制空权啊 任何大规模补给都非常困难 别说前线了 就连司令部都频频遭到空袭 1950年11月25日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基奥秘书 兼俄语翻译的毛岸英 就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渔洞 在志愿军司令部遭空袭阵亡啊 此外 打了第一场战役 弹药的消耗量超出估计啊 此时第13兵团的量弹存量都有限了 这也是彭德怀要修整三个星期的原因啊 在修整期间彭德怀策划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主要打法还是解放军的传统技能 诱敌深入为而兼之 尤其联合国军高层明显轻敌啊 认为中方只想局部介入 这让彭德怀决心把戏拳套做足啊 随着联合国军不断的试探性攻击 彭帅下令各单位迅速向北撤退 同时沿途释放美韩战俘 显示出中国军队在崩溃的假象 让对方放心大胆的北上 然后彭德怀部署了23万人 在青川江附近准备西线攻势 另外又将第九兵团的15万人调往长津湖 准备在1950年11月22日正式发起第二次战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长津湖那边的状况 时间回到10月24日 当时西线战役还有一天才开打 联合国军还不知道志愿军已经参战了 所以从东线进入朝鲜的志愿军42军 顺利的进入了皇朝岭副占岭地区埋伏 随即与韩国陆军第三支发生战斗 接下来美军陆战役师增援赶到 双方在皇朝岭一线打了两个星期的拉锯战 史称皇朝岭阻击战 显然的志愿军在这一线以防御为主 主要战略目标是保护后方的江界势 这里是朝鲜军的最后据点 不能有失啊 但是防御为主投入的兵力有限 主要就124师一支孤军 这就是我一开始说东线是次要战场的主因 等到彭特怀开始策划第二次战役 搞诱敌深入后 增援才陆续抵达 11月7日第124师主动放弃皇朝岭阻击阵地 让美军的陆战役师越过皇朝岭一线 进入长津湖地区 这里就是志愿军选定的决战之地 那么双方在长津湖一带的战力对比如何呢 先说说联合国军吧 主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师长是Oliver Smith少将 这是美军主力 再来是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 这个步兵师有四个师属野战炮兵营 还有个被中国称为北极熊团的 第31团级战斗队 后来打这个团的战果到底如何 引发了双方的宣传论战 最后是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 这三个师的四万美军 组成了联合国军的主力 其他的部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志愿军方面 第20军下下四个步兵师 第27军也下下四个步兵师 这八个师约9.6万人 这两个军是加强军 每个师下下四个团 每个团甚至下下四个营 与解放军常见的33志相比 多了30%的战力 再加上第26军的四个步兵师 为预备队 总共13万2000人 看起来志愿军三倍于联合国军 不过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首先 26军的预备队基本上没用上 志愿军已近10万人打完整场战役 再来 志愿军的空中资源等于0 联合国军则由美国远东空军驻阵 包括美国第五航空队 第374连队 海军陆战队第33航空大队 还有美国第七舰队 七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连队 加起来总共800多架飞机 还有 火力强大的美军第七舰队在近海待命 这档志愿军后来根本无法靠近海岸 可以说 双方的火力基本上有代差 11月24日陆战医师近战柳潭里 这里是长津湖畔 距离朝鲜军最后阵地110公里 距离中朝边境的鸭绿江160公里 当天陆战医师的师长史密斯 得知了最新战况 早上 驻守柳潭里的第七团 抓到了三个中国士兵 从中国士兵的口中得知 他们属于第二次军 这个番号 美军的情报档案里找不到 而且战俘的口供检视 至少有两个中国军级舰制以上的部队 要攻击下节鱼里 这意味着 对方准备切断美军在南方的退路 或者说 中国军队准备为坚陆战医师 这支陆战医师是美军王牌中的王牌 成立于1941年 是一支海陆两栖部队 其中满员时约2.5万人 二战中一路从瓜岛打到冲绳岛 经历过炼狱般的血战 还是菜鸟时就负责打瓜岛上的日军 把日本陆军五大精锐的第二师团 彻底打废 是美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堪称王牌中的王牌 而志愿军居然想围歼陆战医师 关于这个陆战医师的战力 有多强这个问题 之后我会做个番外篇 好好讲讲瓜岛战役 把之前挖的一个小坑填上 敬请期待 根据战后的回忆录显示 史密斯得知情报之后 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以美军的战力而言 想围歼陆战医师的两万五千人 中国军队至少必须要准备十万人以上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调动 需要多少车辆马匹之中部队呢 此时可是朝鲜的冬季大雪风山 在白茫茫的大地之上 陆上云出根本无处遁形 可是美军侦察机根本就没有发现 军团级的运输啊 难道中国人能从地底下钻出来吗 当然这时西线的美军 已经吃过志愿军的亏了 史密斯不敢掉以轻心啊 他多次搭乘直升机看插战场 但是他确实没有看到有部队啊 那么对面有人吗 有 在卫背联合国军情报机构发现的情况下 11月17日 宋十文第九兵团就悄悄进入了长津湖地区啊 穿着单薄的冬装在冰天雪地当中艰苦的行径着 这是一个快事人口的震撼史实啊 中国志愿军在零下20到30度的低温当中 穿着南方东一参战 为什么 看过上一集的朋友应该都记得 这批部队本来是要打台湾的 身上的装备呢 都按照热带作战配置 一个多月之前才奉命北上山东 本来在沈阳集结之后要修整换装 等熟悉东北地形和气候之后 再更换东庄正式参战 可是由于张东村泄密案计划变更 不得不穿着南方东一 立即前往朝鲜参战 11月10日 宋十文收到中共中央指示 立即入场 这里要稍微解释两件事 一 南方东一也是冬季服装 不过是南方版本 属于棉花数量较少了 单薄型棉衣裤 方便行动 很多人说这时的志愿军穿的是夏季服装 中方没有愚蠢到 让士兵在11月份还穿着夏季服装的道理 这种服装的确是冬季服装 抵御零度等级的温度还是可以的 问题是那一年的冬天 朝鲜的低温降到零下30度以下 二 变更计划紧急入朝是事实 但是原因众说纷纭 这个泄密案是可能的解释之一 但是这个案子本身也是众说纷纭 未有定论 没办法 讲现在史就是这样子 只能先存而不论了 总之第九兵团穿的担保免衣就来了 据说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敬年 看到战士的服装后非常震惊 你们这样入朝 别说打仗了 动都把你们冻死啊 于是赶紧安排拨付数万件库存的日军棉大衣和棉鞋 还有啊 根据参战的老人们回忆 很多东北边防军的战士直接在车站 把自己的棉衣库与九兵团的士兵们的交换 但是九兵团十几万人啊 这些根本不够分 所以有了只分到棉衣 有了只分到棉库 这时候后来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啊 也许你会怀疑啊 有必要这么赶吗 不过看完我前半段的说明 我想你应该也明白如此失望火急的原因了 志愿军参战出席 苏联援助还没来 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啊 别的不说 如果美军以绝对空中优势 提前炸断鸭路江大桥 阻断后续援兵抵达 那彭德怀再有什么神机妙算 也无计可施了 志愿军参战出席的唯一优势 那就是联合国军方面的轻敌误判 那当然只能不顾一切的抢时间呢 有多轻敌呢 开战出席 麦帅认为呢 志愿军参战最多不超过两个师 到长津湖战役开打前呢 调整判断为六个师 这是联合国军高层在11月底的共识 所有的战术配置都是按照这个数量计算 这张装备具于劣势的支援军 能够有些胜算 但是代价非常大 入朝的第一周 九兵团遭遇朝鲜50年不遇的寒流 当时的山东是设施15度 沈阳是零下5度 朝鲜北部山区则是零下20度 当然双方的士兵都需要面对野外的严寒 只是美军装备充足 每个士兵都有一件大衣 再搭配一个鸭绒睡袋 九兵团的每个班十几个战士 只能分配到两三床的棉被 一入夜 每个班的战士就把棉被铺在雪地上 然后十几个战士躺在上面 靠战友的体温取暖 根据战后资料显示 入朝第一周 单单20军的一个师 就有700多名士兵 因为严重冻伤而失去了战斗力 但是九兵团的整体战力没有受到影响 接下来两周之内 十多万人夜行小数 居然就在大批美军侦察机的眼瓶子底下 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规定好的攻击发起线 比预定好的日期只延后了两天 11月27日晚间22点战斗开始 当时的气温低于零下40度 战后几乎每一个从柳潭里撤退的美军官兵 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夜的恐怖经历 一种非常刺耳的军号 忽然大声响了起来 接着山谷里突然枪声大作 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了沙沙声 为什么会有沙沙声呢 美军不知道 而是中国军队担保的交邪踩在雪地里的声音 还有美军也不知道 当冲锋号吹响的时候 有一些人没有站起来冲锋 因为他们直接都被冻死了 根据宋石伦向毛泽东报告战况的电报 二十军五十九师 177团一银六连 全连125人冻死在阵地上 全连干部跟战士呈现战斗队形 全部冻死在阵地上 检查尸体 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吗 是值得的 28日早晨 陆战医师师长史密斯赫然发现 一夜之间 凭空冒出十万中国军队 美军陆战医师和陆战七师 就此被包围了 沿着长青湖 由北向南分割包围成了五块 但是美军并不是韩军 也不是国军 开打之后 志愿军发现对方 硬得超乎想象 以柳坦里的战场为例 三个中国师四万多人 试图围歼美军陆战医师的两个团 七千人 照理说 这种包脚子的打法 十拿九稳啊 但是趁乱打了一夜 美军防线丝毫不乱 为什么呢 美军陆战医师身经百战 夜战日军多年啊 应付这种夜间突袭 他们并不会惊慌啊 志愿军很快就碰上了 美军坦克构成的环形阵地 在坦克后的美军则用榴弹炮和轻松机枪组成的交叉火网 射杀前部后继冲锋的志愿军战士 双方都很英勇啊 但火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美军一个陆军师 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 还有军团及炮兵与空中支援 志愿军一个师 师属炮兵仅有一个三炮 引十二门三炮 这种装备差距是全面性的 经历过二战的美军各种装备都很适合实战 美军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 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步 运输全部机械化 速度是步行的5倍 无线电通信可以直达排班级干部 中国军队在苏联的援助抵达之前 38军只拥有汽车100辆 27军只拥有45辆 每个军的电台只有数十步 勉强装备到营 营以下的通讯联络 主要靠传令兵徒步 用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传递讯息 单兵火力方面 支援军每个牌只能分到一挺青击枪 每个班只能分到一把冲锋枪 士兵大多拿的是抗战级装备 中正式步枪与日军的三八大杆 甚至还有士兵拿的轻末的汉阳罩 更严重的是经验不足 打过抗战与内战的志愿军 为什么会经验不足呢 因为现在打的是美军 火力运用远远超过想象 很多志愿军熟练运用的攻击队形 在美军的严密火力往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但是在这种历史级的差距之下 志愿军仍然成功包围了美军 并且逐步吞掉了美军的小股部队 美军的火力再强 补给上不来了也没用 在这里顺便解释一个历史谬误 这里没有什么人海战术 志愿军打的是334战术 以50到100人组成战斗群单位 一个战斗群的正面宽度 约500到800公尺 这种密度哪来什么人海 接下来的三天战斗都非常激烈 双方都受到重创 但是志愿军主力轮番攻击 甚至都拿不下柳潭里的突出步 只能转向南方 企图切断美军退路 真正让美军决定撤退的 是西线同时发动的大规模战役 青川江战役 西线更大规模的战役爆发后 联合国军高层终于醒悟 中方大规模参战 于是麦帅下令 第十军撤回新南港 11月30日 撤退命令下达到师部 但是在重重包围之下 哪有那么容易啊 此时陆战役师的师长史密斯 脱口说出名言 撤退个屁啊 我们不是在撤退 我们只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进攻 考虑到支援军的包围态势 这句话并不是开玩笑 打到12月1日 美军终于开始突围 为什么是这一天呢 并不是前两天美军不想突围 而是天气不允许 缺乏空军支援 想走也走不了 你可以这样说啊 长津湖的黑夜属于支援军 白天属于美军 我很想详细为大家解说 整场战役的所有细节 但是呢 在这种网路说出节目 这真的没有必要啊 请大家理解 这种十多万人参战的现代化战争 复杂程度 远远超过一个人能理解的程度啊 大家通常只能记住一些 好听的故事而已 就让我用两个故事来收尾吧 面对南侧的美军 志愿军开始沿路主级 从柳潭里到下街雨里的崎岖公路 扯得中美两军绞杀了修罗场 白天 凭借着飞机和坦克的掩护 美军蒙打蒙冲 拼命向南突围 晚上 志愿军趁着夜色反突击 把白天丢失的高地和阵地再抢回来 然后在天亮之后 用血肉之躯阻挡美军的进攻 战斗最激烈的12月2号 美军24小时只撤退了500公尺而已啊 战斗就激烈到了这个程度 这是从柳潭里南撤的美军 那么南边的下节雨里呢 28日晚 志愿军拿下了下节雨里 东面的高地 负责守卫这个高地的 是58师172团的第三连 亲自带队上阵地的连长 叫杨根斯 这个连每个战士上阵地之前 兜里都塞了三个硬邦邦的洞土豆 当作军粮 其他都塞满了手榴弹 他们的对手是美军炮火与飞机炸射 中国士兵没有任何防空设施和反击能力 他们只能待在掩体里面 等待炮火轰炸结束 然后美军就上来 1950年11月29日 扶晓至上午10点 杨根斯亲帅 该连第三排 多次打退美军 最后耗尽弹药 全军打得只剩他一人 杨根斯怀抱炸药 与联合国军士兵同归于尽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任何军人都会肃然起经 但是 最终仍然有美军拿下高地 守住了下节雨里 12月1日 下节雨里的美军 修逐出了一个检疫机场 接着 不断地从空中撤退伤兵 长津湖的口袋 终究是破了 接着呢 下节雨里的美军 准备会合从北面退下来的部队 共同突围 撤往新南港 从下节雨里 撤往新南港的那条道路上 有个地方 叫水门桥 在那里 还有一些不能遗忘的故事 不过我把这段 激烈战斗的故事保留一下 等到这部电影上映后 再跟大家说吧 先来做个总结吧 1950年12月25日 这一天是耶旦节 是麦克阿瑟许诺美军士兵 结束朝鲜战争的日期 就在这一天 志愿军全面占领新南港 在此之前 突出重围的美军 一共从新南港 用船只运走了超过 10万名士兵 和10万名平民 还有1.75万辆车辆 以及3.5万吨物资 这一天 长津湖战役正式宣告结束 在前面的十几天里 有个很荒谬的情节 那些从长津湖撤下来的美军 成功撤退到新南港之后 就被志愿军包围在了港口里 但是志愿军完全无法靠近 这跟欧洲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不同 赶到海边的志愿军 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 对拥有海上火力保护的港口无计可施 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军有序撤退 最后美军甚至还有余裕 把港口彻底炸毁 不留给志愿军任何使用的可能 那么是谁赢了呢 根据伤亡看的话 志愿军伤亡48,156人 联合国军伤亡17,843人 大概是三个换一个 联合国军占优势 但是从战力目标来看的话 恰好相反 战前联合国军已经逼近鸭鲁江 战后美军的圣诞节攻势崩溃 全军撤回辅三岗 如果再考虑到我们没有细谈的 西线青川江战役的结果 美国人北上的态势自此结束 此后几十年就再也没有能力威胁中国边界了 对中国来说 这也是历史级的战果 无庸置疑 但是再看看战争细节的话 感慨会更深刻 根据美军战后公布的资料 陆战一师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 阵亡604人 伤众死亡114人 失踪192人 伤3508人 战斗伤亡总数为4418人 另有7313名非战斗减员 主要是冻伤和消化不良 如果加上陆战七师和韩国军队 整个伤亡和减员数字 大约在14000人左右 美军在三倍逾起的对手面前 成功的撤退了 换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陆军 大概都做不到 所以美军方面始终不认为自己输了 那么中国方面呢 1952年9月 九兵团奉命从朝鲜回国 车开到雅鲁江边 兵团司令官宋实伦要司机停车 下车后宋实伦向长津湖方向 茉莉良久 然后脱帽 弯腰 深深的鞠躬 抬起头来时 头发花白的宋实伦泪流满面 这是当事人的感想 我想这很能说明这场战役的意义 最后我用一个对比来说说我的感想 我们后来呢 常有一个问题 解放军能战胜日军吗 我想这场战役很能说明问题 1943年 美军陆战役是在瓜岛上 把日军今日的第二师团彻底打废 七年后 志愿军却能把这支部队 打得毫不犹豫的狼狈撤退 细读两场战役的资料 我毫不怀疑 志愿军能稳稳的击溃日军五大阻力 如果我在长津湖畔 换上日军第二师团 三天之内 他们已经全灭了 不过 美军不是日军 他们更强 更现代化 所以战争还没结束 下一集我们继续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